嗨咯 朋友们 今天又要出去汽车啦 就是好久没有汽车 天气太热了最近 现在天刚亮 出门简直感觉在中午里面一样 超级无敌热 今天呢就是主要是去找一个朋友吃饭啦 吃早餐 然后顺便是骑过细雨 骑过回来这样子 就是比较轻松的骑一骑 开启我的bike computer 现在呢我们就记录一下吧 现在是6点52 这边有时间6点52 然后这里是有公里数 然后这是你的速度 start start right 耶 我们骑起来 还是有一点 很疯的 可是呢 还是很热 千万要记得解锁呀 我现在很害怕 我忘记解锁 感觉脚在抖 记住 记住 记住解锁 感觉今天 车变多了 今天礼拜六 感觉车变多了 我们宿门的比较早 比较迟 车都出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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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是懂一点的天气 骑车更舒服一点哦 这么热感觉骑到就是整个人晕晕的 嗯 嗯 我觉得这么热的出来骑车的人 肯定是对骑车是真爱啊 嗯 这边是当嘎吗 嗯 多少 几年后才会建好 明年后年就可以了 明年后年就可以入去了啊 这么快 在布吉巴豆尔罗这边 左边 Danga Residential Area 那天到时候就人变很多哦 我觉得我现在慢得跟乌龟一样 超紧慢 根本腿都没有力 唉 真的很佩服 那些每天出来骑车的人 怎么办到呢 果然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坚持 我上火 困难 而且不能唱歌 唱歌就觉得很喘 哈哈 到了 我们的朋友在Junction 8 他住在这边 嗨 哈哈 我们骑到了这边 这个Beauty World 这边有一家 Capanter and Cooks这边 这个是什么street啊 反正这条街这边有蛮多家咖啡店 可是他们是9点才开 所以我们只是找了一家 现在正在开的然后进 吃个早餐嘛好热啊实在 这间咖啡 装修得很复古啊 感觉今天东西不平 这个要8块钱 这个这样14块的钱 太久没进去 看起来 最后一家被冰冷 一家就有个温暖 好干脆的 好干脆的 这种不出声 我steel 最后一家不出事 又说五个月 买天 再过来 还是全身都是汗我的天 最近新加坡真是热到 就不想出门每天 就想待在空调房里面 那今天骑车回来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段时间我使用的 WAHOO系列的这个 Bike Computer 跟它的 Lolipod Pedal 的一个使用感受吧 那我这个 我WAHOO的Computer呢 已经使用了大概有 半年左右吧 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因为买了新车 所以我又换了 新的锁踏 因为之前我是没有使用锁鞋的 都是用运动鞋 那我再换上这个Lolipod 锁踏过后呢 我真的发现 使用锁鞋跟没有使用锁鞋的差别 真的非常大 因为锁踏固定在 就是你的鞋子固定在锁踏上面 它有一个提拉的这个力 所以它其实可以帮你减少一些 你大腿发力的这种力度啊 我觉得是蛮推荐 如果是骑公路车的朋友 有锁踏跟没有锁踏的差别 真的很大 那我用的这一款 它是比较适用于 beginner 新手 因为在新手阶段 因为你没有使用锁踏的习惯 所以你不适应那个解锁 跟入锁的这个姿势 那 这一款锁踏它 比较容易禁锁 就是当你 就是因为它是圆形的 所以它的原理是 你不需要用眼睛看 你只需要用你的鞋子 在锁踏上面随意一踩 它非常容易就入锁了 然后今天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也是WAHU的一个产品 是他们的WAHU ELEMENT BOOT 这一款BITE COMPUTER 这个BITE COMPUTER呢 是我的第一个BITE COMPUTER 我之前也是很菜的时候 我就是用手机的 Strava记录我的骑行 那在骑行界呢 有一个说法就是 你没有记录你的骑行 就等于你白骑了 就好像你出去没有拍照 你今天就白骑了一样 所以我就当时很想要一个 这种BITE COMPUTER 可以记录我的速度啦 那我有了它过后 我觉得它很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 它第一个首先它非常小 然后它自重非常轻 在户外骑行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很好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在骑行的当中呢 它会根据时间光线的变化 然后调整屏幕的亮度 每一个BITE COMPUTER 其实功能上都差不多 都大大小小的差不多 就是不外乎就是记录你的速度啦 然后记录你骑行的这个时间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GPS的路线 就比如说你出国 你可以下载那个GPS的骑行路线 到你的BITE COMPUTER里面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一个大概的方位 可以跟着这边的GPS路线 这样你就不会走迷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每个BITE COMPUTER都会有 但是我特别喜欢WAHOO的这一款 不仅是因为它很小巧 然后它的按钮很大 就是在你骑行的过程当中 你非常容易就按到很容易操作 然后另外一点是它的上面 有一排的指示灯 你可以用颜色来分辨它不同的功能 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点就是 当我在骑行的时候 我不需要按它 它就会自动POSE 就自动 当我停下来的时候 它会自动停 当我移动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开始记录 我觉得这一点 我比较喜欢的是我不需要手动控制它 然后它在停下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音量提示音 就是你可以听到 那你不需要看你的这个BITE COMPUTER 你就可以知道 哦它已经停止记录了 然后当你起步的时候 它又会有一个声音 然后你就听到这声音 你就可以知道 哦它又开始记录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提示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需要说明一下呢 我现在暂时只是使用这个BITE COMPUTER 然后我暂时还没有使用CADEN SENSOR 然后我也没有使用它的心率带 因为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讲 这些东西会不会太fancy了 就是我还是很菜的阶段 然后我觉得只要有一个BITE COMPUTER 可以让我随时记录我的七星路线啊 还有知道我自己速度大概平均是带多少 我就已经非常足够的使用了 然后另外一点好处就是它可以自动导入Strava 你不需要手动操作 你每次起情结束的时候 大家会自动把信息传输到你手机的APP上面 然后呢那个APP会自动同步到Strava上面 所以我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半年来吧 使用这个弯弧的锁踏 还有这个骑行的记录仪的一些使用感受 然后如果平常我还有骑小折车嘛 可是如果骑小折车的话我就不会使用这个 因为呢我的小折车BORONTON上面我没有地方放 就是我要每次我要放360 然后我要放这个 就非常多东西在车上 所以我骑小折车的时候一般都是 会带一个运动手表 那这个运动手表也是哇呼的 这个运动手表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 怎么说呢 那是因为只有骑车的时候才会使用Bikecomputer跟锁踏 那我这个运动手表是我平常不管做任何运动 跑步啦 去爬山啦 游泳啦 还有我骑我的BORONTON折叠车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个运动手表来记录我的 运动轨迹还有我的心率 这运动手表呢 它跟所有运动手表一样的功能都有 就是可以看你的随时记录你的心率啦 然后它还可以导入GPS路线 然后另外一点它还可以你带音乐的时候 它还可以切换音乐到下一首 我觉得这功能非常棒 然后它不仅是一个运动手表 就是它还可以有显示你的那个email 还有显示你的微信 你的whatsapp 你的信息 你只需要在手机上面下载它的app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同步 你手机上的这些信息啦 好嘞 那么就是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是妮妮香 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